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的最新情况 那么中东方向最新的消息 伊朗可能进行了核试验 那现在伊朗方面的北部地区 根据亚美尼亚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北部发生了4.6级地震 那你可以看这次地震的情况4.6级 根据现场地震压缩波分析并不是地震 因为地震的整个图形和正常地震不太一样 它是集中爆发 那么也更符合爆炸 也就是可能在伊朗北部进行了某种爆炸测试 不排除是一种核爆炸 大家可以看图形分析这是韩国 就是朝鲜韩国方面公布的朝鲜的地震波 进行核试验的地震波 和这次印度地震 印度的这个核爆的地震波 和这次这个这是巴基斯坦的 和这次伊朗方面 这个爆炸的地震波相比 所以这次可能是伊朗在北部进行了核试验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震波 巴基斯坦印度之前进行地下核试验 与这次爆炸的地震波相同 历史上地下核试验都是在600米到2400米深度进行 基本上阵级都会是4.7左右 这次测到的是4.6级 与地震这个地下进行核试验的地震相符 昨天晚间的地震没有余震 也引起了这个官方的怀疑 可能是一次核试验 但是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公布最新的消息 核试验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美军即将对伊朗进行全面打击 亚明亚的研究人员 称这次是在地下12公里处发生的这个爆炸 伊朗目前没有否认 也没有对媒体公布任何的新的消息 现在12公里对伊朗来说进行的深度 亚明亚方面的12公里的判断 对伊朗来说现在是有疑点 因为苏联最深的一次核试验的撰探是在克拉 当时在克拉地区进行核试验 撰探深度是12.289公里 那么这次地下实验是进行了12公里 实际上跟苏联当时最深的一次 克拉当时的进行核试验 深度是一样的 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 伊朗有没有向下挖12公里这个能力 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阵源深度测量准不准 所以现在看这个是迷雾 但是伊朗确实北部发生了地震 4.6级 所以这是现在我获得最新消息 那么美国方面的也有先的消息 美国方面的准备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那么现在伊朗的海岸 发现伊朗的军舰已经离开了阿巴斯港 可以看军舰全部撤离 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即将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 包括核射是进行打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迈克尔·库里拉将军 已经抵达以色列 现在是以色列方面证实 俄斯方面情报也已经证实 库里拉这次是要协调对伊朗进行导弹袭击 除库里拉以外的美军的军机也已经全面飞往中东 中东方面接收到的美军是迈克尔空气地四架 USAFKC46加油机 注册编号20460742046073 另外还有一架C5超级银河 编号是860012 还有一架C17 编号是2046 074 073和010188 另外美国空军的F22 F16战机和F15E中队也已经部署到中东位置 那么即将对伊朗进行大幕空袭 未来的这个国际油价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大家一定要关注 伊朗方面呢 在周五啊 在德黑兰也是公布了伊朗方面的激光拦截系统 那么这一次呢 在贝鲁特啊 黎巴嫩和伊朗方面 现在俄罗斯方面最新消息呢 贝鲁特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以后呢 已经取消了周日 当地时间周日21点到周一凌晨6点之间的所有航班 伊朗方面呢 也已经证实 伊朗德黑兰也是取消了21点到凌晨6点的所有航班 这个时间可能是美军大国空袭伊朗的时间 所以在伊朗的这个华人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我呢 也会持续关注啊 跟踪这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如果在周一啊 咱们北京时间这个 中午啊 可能是会有大国梦的空袭 我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 那么在黎巴嫩边境啊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作战情况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截止10月5号 北方之间的地面行动呢 双方的这个军事行动主要是对真主党既有设施 以军使用遥控啊 车载自杀式爆炸车辆 对这个房屋进行摧毁 那哥拉尼步兵旅的士兵啊 在一个隧道中发现了武器 黎巴嫩支撑长回应啊 以色列的火箭弹的袭击 发射了向以色列发射100多枚火箭弹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大规模袭击呢 据以色列卫生不成24小时内啊 以色列方面呢 摧毁了46人85人受伤 贝鲁特方面呢 有一架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的第二大城市 蒂利波里 被达为巴勒斯坦难民营 那哈马斯方面的证实啊 哈马斯的指挥官死亡 叫塞德·阿塔拉·阿里 他是哈马斯高级领导人之一 也是卡桑里·黎巴嫩分支的指挥官 这也是最新的情况 另外珍珠党与接替秘书长纳斯鲁拉的 萨菲·阿丁已经失去联系 所以萨菲·阿丁目前是否死亡被确认 但是珍珠党总部已经与他失去联系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贝鲁特的一次空袭 乙军使用了大量弹药 准备要斩首萨菲·阿丁 目前他的生死被冥 这是目前的情况 所以还是要关注 美军和以色列方面 对伊朗大国空袭 就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 周一的中午 可能会有大国民的行动 在伊朗 还有在中东的华人要注意 所以我赶紧做一个新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昨天呢 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啊 就是 新西兰的一艘叫马纳瓦努一号在斯梅亚触礁沉默 这是当时沉默的画面啊 那新西兰的这艘船的沉默 主要原因呢 可能是这个指挥官啊 就这个船的船长 他的指挥能力 这个船长呢 根据俄方情报 他是一名女同性恋啊 他们要是排斥男性 所以可能是在执行任务中啊 有一些这个过激的行为 另外他指挥有误 可以看啊 这个是新西兰的 补给船啊 沉默 这是新西兰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在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是海上国家 但是他们的指挥能力有限啊 你像澳大利亚还想攻击中国啊 还想到中国这个南海来 行动 你可以看啊 新西兰这海军的指挥 舰长的执行能力就知道了 另外一点呢 这个今天啊 美国方面有新的消息啊 马斯克啊 马斯克 他参加了这个 川普的这个集会 那这个集会中呢 马斯克先前呢 在宾夕法尼亚啊 举行这个集会中啊 历史性的出席啊 他的6万名支持者也是前往这个会场 那马斯克他的出现呢 根据美国媒体分析 已经带给了美国的这个保守派啊 更多的支持 那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摇摆州啊 川普可能会获胜 也就是说现在呢 共和党他利用这个马斯克王牌 获得这个摇摆州的胜利 那就在马斯克和这个川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啊 进行竞选的同时 美国方面的加州啊 交长纽瑟姆 加文纽瑟姆 签署了新的法律 禁止地方政府投票点 强制执行身份证要求 你不带身份证 你可以投票 大家知道这个加州啊 就没有身份证也能投票 就很多流浪汉 甚至一些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 那么他们投票支持谁呢 那一定是支持民主党 所以这也是现在美国这个投票 非常有趣的一点 克林顿夫妇啊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 公开表示 要引入对社交媒体网络的控制 这也是现在马斯克啊 公开反对民主党的原因 这是今天美国方面的消息 和伊朗方面的消息 我呢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